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重点是在2024 那也让大家去看看说 为什么每次台湾的选举都选成这样子 这个 那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去做林志坚的论文 然后就大家就开始追打 做了这些年的评论员 看了这么多的选举 接下来可能在准备要炒绿卡 论文门绿卡门什么的 没进步 我比较诧异高雄的选举 这在我们第三段要谈 所以我今天第三段就没有开call in 我今天待会前面讲讲我就开始开 我们call in今天只能开到6点40分 好不好 今天要跟大家 也请大家了解说 因为我们的强制进广告是20分跟40分 他时间一到他自己电脑主机就进广告了 我要拦也拦不住 那当然有些听众朋友 不管是大陆的啦 台湾的啦 对我一些误会 我也 这个遗憾 因为我也控制不了啊 话从我嘴巴里讲出来 那每个人听的角度不一样 每个听的人感受不一样 然后就会误会我 像我们昨天黑龙江的那位刘先生 刘不晓得他到底是误会了什么 当然人家的风度跟休养都很好 但是我就觉得我很无奈 因为就是从事这种工作 然后没办法 这个是必备的必经的 这也谢谢刘先生 说不定现在在大陆还有 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认为说 这个两年前的那一通Coin 是我去挂他的电话 挂那个所谓的小黄的电话 我挂他电话干嘛 莫名 我跟各位讲 这解释不完 解释不完 所以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还是要进行我们今天题目 然后要把Coin的这个单元 给他开一下 待会我们就会开放Coin 来我们看这个今天这个图 是这个香港 阿智我们进第一个标来 这个昨天阿智做的这个图 这是我们的封面 这是香港 香港非常著名的这个景观 那所谓的香港的回归 那也包括最近这个乌东 在卢干斯克的这个战况 我们不去重视香港跟乌克兰 其实两岸他不会主动变化 不可能 不可能 就我们如果都用这种 这种 不愿意正面去 严肃的面对的话 其实问题是很严重的 我们是偏安 偏安 这个是个像最近 这个绿营很喜欢讲一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1949成立 他1949成立的时候 国民政府已经跑到台湾来了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统治过台湾 对 那中华民国 有没有统治过大陆 中华民国 有没有统治过大陆 当然有 就1911年到1949年 大陆 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在统治的 不对吗 国民党连这种 论述的勇气都没有 那我们就是偏安 我们现在偏安 就我留在台湾就好了 大陆我不要了 就是一个导国的心态 在台湾就很好了 对不对 干嘛反攻大陆 干嘛解救大陆同胞 太难了 太累了 不要了 就偏安 所以当年的 三国时代 也有人质疑说 后出师表 是不是诸葛亮写的 历史学家有争论 因为我们之前在学校念的都是 前出师表 后出师表 它里面有一句 这当然就是 大家都念前一句 里面有一句叫做 汉贼不两立 汉贼不两立 你是贼我是汉 每个都认为自己是汉 这个蜀汉 这个东汉西汉 你认为你是汉朝的这个正统 汉贼不两立 你是贼 我是汉 那汉贼不两立 在后出师表的下一句是什么 叫做 王爷不偏安 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 啥意思呢 就是 诸葛亮 因为当时刘备已经 已经再见了 就是剩下刘备的这个 流产 扶不起的阿斗 就是这个流产 那诸葛亮他挥施北伐 所以有人讲说 他是借刘备的话来 来垫这个流产 就是先帝讲过说 我们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 因为你知道 蜀汉这个天府之狗 那我干嘛北伐 我去 我干嘛去打这个 这个朝卫 我干嘛打他 我就留在四川就好了 我偏安就好了 你不要打我 我也不去打你 我也不北伐了 你称你的王 我也称我的王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那诸葛亮 他写的这段 所谓的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 当然 听不懂 现在这个时代 我也没要讲说 谁是贼 谁是匪 也都过了这么多年 但是我们这种偏安的心态 就这些年来 不管是民进党的操作 认知什么 就说我们留在台湾就好了 台湾就保岛 大陆 中原 那都不干我们的事情 我们不要 不要去跟他抢 也不要去跟他争 就会这种偏安 鸵鸟 鸵鸟 鸵鸟的心态 鸵鸟就把头插在沙子里面 鸵鸟 然后自欺欺人 自己骗自己 就觉得说 我们已经独立了 我们不用再宣布独立了 自欺欺人 这个很糟糕 像我刚刚讲的鸵之间 就是草论文在过日子 你今天不谈论文吗 那为什么不谈 我不谈的 我要赚车马费 制作单位叫我谈 我能谈 谈一个小时也没问题 什么问题 就我们靠嘴巴吃饭的 谈一个小时的论文 这有什么困难 很多故事可以讲 但是炒这论文是啥子呢 这论文 林志健的论文是真的假的 蔡英文的论文是真的假的 然后呢 是假的又怎么样 假的他还是总统 你拿他没办法 那历年来 我们这么多政治人物的论文 炒在炒什么 这是我们一种偏安的心态 就是 就不要争了 然后这个就符合台独的主旋律 中华民国统治过大陆 他不谈 他就跟你讲 中华民国台湾70年 是由蔡总统亲自在国庆大会讲的 怎么叫做中华民国台湾70年 中华民国今天明明就是111年 为什么是70年 他就把1949年之前 他不要 那为什么1949年之前的不要呢 你1949之前的不要 你还是中华民国吗 不是 中华民国是1911年创立的 那你前面不要 那后面是什么呢 蒋万安说 中正纪念堂要改成台湾建设纪念馆 你的祖父在台湾有建设 蒋中正 他在台湾有建设 那是后面几年了 蒋中正总统真正对国家的贡献 是在大陆而不是台湾 他是在国共内战输的 才讲好听是拨迁 讲难听点是就输了 就跑到台湾来 他对中华民的贡献 他分两个时期 一个是大陆时期 一个是台湾时期 那你论蒋中正总统 他一生的功过 他最主要的当然是在大陆 怎么会是台湾呢 你自己都选择切割了 你今天你说 要弄个台湾建设纪念馆 我没有意见 你拿钱去别的地方盖 你干嘛去改中华纪念堂 这你是妥协 你是跟民进党 嗜好嗜软投降 所以你可不可以 不要再骂我 可不可以不要再追杀我 我把中正纪念堂 把我祖父的这个纪念堂 名字改了好了 改名叫台湾建设纪念馆 别再骂了 你以为民进党会放过你 柯文哲今天接受 友台的专访 柯文哲讲一句话 他说 讲万安那个讲字 就有很多人投不下去 这个我同意 在独派来讲 很多所谓的台派来讲 部分很极端的一些人 好 你是 那不是他祖父是真祖父 对他爸爸 他爷爷是蒋经国 对对对 所以是真祖父 抱歉 我搞不清楚 他这个 讲不清楚 我的错 柯文哲讲的只要讲万安挂一个讲 很多人投不下去 那对啊 是啊 可是那些人有多少呢 就是因为你 你就要讲万安 你是国民党提名的 很多人就投不下去 对啊 我想告诉柯文哲 很多人看到柯文哲推荐的也投不下去 像我 我跟你讲 很多人看到民进党也投不下去 不管民进党推的是谁 再怎么优秀 只要你挂民进党提名 他也投不下去 好 这是我实在感觉 来 我们看大陆不买我们的农产品 就骂 痛骂 民主的鱼 民主的凤梨 各种的 大陆不买我们的农产品 我们是骂人家 我看到今天联合报的这个报导 这我们两个一起上来 这个三根四一起来 美国啊 我们之前跟大陆说 赤真飞弹不卖我们 他已经拿了我们的钱的不交货 美国这个叉叉 现在说连标枪飞弹 我们也跟他买啊 都讲好的要买了 他也不交货给我们了 一堆理由 缺晶片啊 什么生产线 blah blah 大陆不买我们的农产品 我们骂大陆 美国不卖我们军售 我们贵则不敢讲话 就蔡总统跟民进党不敢讲话 美国不卖 不卖 大家也不敢讲话 没有人敢抗议啊 美国爸爸拿了钱不给你飞弹 你也不敢抗议啊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对大陆我们是莫名其妙的 看到美国我们又莫名其妙的跪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况 我是陈辉文 来来来 我们来开放我们的call in电话 因为今天只能接到40分 后面最后一段我要来谈谈高雄 谈谈这个柯知恩跟黄杰 我真的搞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 但是我跟你讲 我不谈的话 我也不晓得还有谁会谈 恐怕他都不谈了 没关系我谈 所以我们今天call in只能接到40分 022 363 995 这个我们昨天的标题 就是香港走错的路 我们不要重蹈覆车 你看看现在的这个香港会不去 怎么办 张学友讲句公道话也被围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张学友说他见证了香港最黄金 最辉煌的时刻 我也是啊 我小的时候我也见证了台湾的经济起飞 蓬勃发展 我不谈香港 对不起 因为张学友香港你们的事情 台湾这几年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每年每两年就选举一次啊 自由比较好嘛 到底在选什么呢 吵什么呢 每天把民主挂在嘴边 我们是民主国家 我们民主制度 怎样 那问题是烂得要死啊 昨天指挥中心记者会 不知道是哪个记者 他问啊 这个都有录影带可以查的 他说 其实他讲的是零四弊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记者要帮零四弊提问 说我们现在PCR三千三千五 现在做PCR 因为你要去日本玩 你在这边你要做PCR 一次三千三千五 你一家四口就一万多了 然后记者就问指挥中 因为可不可以降价 有没有降价 可能指挥中不可能降价 大陆做一次PCR 不到一百块 我就算他一百块好了 我们到现在还要三千块 我们的PCR是大陆的三十倍 为什么 我们不去讨论为什么 我们就骂啊 每天吵论文啊 你的论文有问题 你的指导教授有问题 我们每天都要吵这个啊 那为什么人家PCR一次一百块 我们一次要三千块 陈时中是什么呼啰你的 我们的比较准啊 我们的比较准 也有人信啊 被民进党被绿媒洗脑 就对我们的比较准 所以大陆的那个不准 大陆一次一百块 我们这一次三千块 我们的比较准 自己安慰自己啊 中间这差价谁赚走的也不知道 就土利那些医生啊 药检的医检的那些人啊 当国外快筛都卖不出去 免费再送一剂才三十块的时候 我们这边卖三百块 你要买三百块的快筛 你还得排队去买 去抢 那你觉得蔡总统做得很好 防疫做得很好 防疫模范神 这怎么办呢 这位朋友上线一直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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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北京 北京张先生 你好 你请说来 我是第一个是吧 这样我想先问您一句就是您经历了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 张先生你比较少听我节目嘛 所以我就不 我这一句有目的性的 所以我就不跟你聊了啦 因为你不常听我节目你就甭打了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张先生那我把规则给你讲清楚 你现在已经上线了你就讲你想讲的 你不可以问我问题好不好 我想说的就是 我想说的就是 先说咱们民主的事 就是自从台湾就有这个选举之后 我觉得台湾的内耗太大了 所以造成的经济并没有完全的增长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就说说这个 这个香港 您说这个不想成为香港 也不想成为乌克兰的事 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 你时间可能不站在台湾这一面了 是 因为 因为怎么说呢 首先就是现在选举 我知道您的意思 想给大陆这边给台湾一些时间 让你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再跟大陆去谈 我没讲过 我没讲过这个 我根本没讲过这个 你不要你不要自己以为瞎扯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给台湾一些时间 但是呢 现在就是 时间越往后拖 越对台湾不利 为什么 就是 现在首先选举选不赢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 现在选举选肯定选不赢 因为现在千人组太多了 所以说现在的话 越往后拖的话 可能选举上面越不但优势 是 张先生我很冒昧的这样 你听我节目多久了 最近一直在想 最近是什么时候 大概最近两个月吧 所以我这样讲我比较抱歉 你讲的我们以前都讲过了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讲 那你讲一些我们没讲过的来 讲讲就没讲过来 你听谁讲 不是啊 你讲一些我们没讲 因为你讲的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讲过了 我说时间不站在台湾这边 我讲了几年了 你讲的人像你发现新大陆一样 我们都讲过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根本就你根本就不是我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之前谈过什么 你就打来讲 我们都讲过了 我就是之前讲过 因为我听您的节目也就这两个月 我以前没听过我也正常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台湾还是要谈 但是具体怎么谈就能靠大家了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我觉得这是个死胡同了 现在台湾的问题已经是个死胡同了 这个不算那什么吧 我觉得台湾现在已经进入死胡同了 已经没有办法和解了 这个基本上已经是不解了 张先生你有来过台湾吗 我没有来过台湾 那你如何了解台湾的状况 新闻啊 我现在 首先我不看三明治 这个您放心 我现在基本上都关注 也就TVJS打白话 还有冬天的节目比较多一些 您的节目我现在都是一直 我加上周一的晚上那个观点 就是这么看 所以那你对台湾的了解跟印象 就是看这些媒体这样子 对 但是我不说我需要去了解台湾现在真实的状况 而是我觉得各种民调什么的 都已经显示出来了 什么民调 当然有些 嗯 你说 你说什么民调 你说从民调显示出来 你就看的是什么民调 比如说认同吧 咱们就说认同 现在您都 您是认同对中华民国 但是现在好多的年轻人根本就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是 更别说是中华民国人 是是是 对吧 对 所以说现在我的意思就是 嗯 现在这个两岸的问题真的已经进入死胡同了 不过就是时间 你刚刚讲过的不要再重复了 死胡同你讲很多次了 你今天打来你最想讲的是什么 我最想讲的就是 其实我觉得 如果民进党一直当选的话 我觉得真的不远了 你说什么民进党继续当选就不远了 对我觉得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还是任何一个党派执政 基本上已经误解了 那张先生我这样讲比较抱歉 那你你打来讲了这么久 那我那对就是说对我啦 对我个人的帮助是什么 你你可以 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对因为你讲了讲了一大堆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重点是放在哪 因为你讲的我们都谈过了 我就支持支持你 好吧 你支持我 搞不好明天我就死了 昨天黑龙江的朋友 让你冬天去黑龙江去看看黑龙江的街景 还有他们的冰灯什么的 对对对对 我希望你出困真的来一下大陆 北京我不希望你们来的原因就是北京是政治化中心 真的他没有什么可看的 上海啊新疆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看 好了 这个就谢谢了 好吧 谢谢了 谢谢 谢谢张先生 你这个讲的我们实在 也 这个我也 我也比较 因为你你讲的我们这点都谈过 我就 时间不站在台湾这边 我已经讲了好几年了 那你这两个月才开始关注我节目 那我都来说谢谢 你说这选举 你说国民党 就算国民党赢了 现在以朱立文为当主席的 这些国民党党中央的这些人 就算国民党2020赢了 国民党会修正什么部分 我一点把握 你刚一直讲死胡同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香港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乌克兰 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变 等你变成香港的 等你像乌克兰被打成这样子 那就来不及了 张先生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我们已经变成香港了 那我们也不用谈 我的节目早就关了 他也不会允许 那就甭谈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变的时候 还有转换空间的时候 我要努力的是这个 所以我今天在脸书也写 我说国民党他 坚持不改革 国民党打死也不改革 那国民党去附和民进党的修宪 去呼应民进党 去质疑九二共识 那投国民党干什么呢 投国民党的意义是什么 你跟着民进党的屁股后面走 那我投民进党就好了 你连自己的中心思想你都不敢捍卫了 你去质疑九二公司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叫大家投国民党 我为什么叫大家都投国民党 我要叫大家不要投国民党 各位朋友你懂我意思吗 假设国民党年底赢了 假设啦 就2022 11月26很快就到 假设国民党年底赢了 国民党会认为什么 他会认为我的路线是对的 我担忍对败民进党 我跟在民进党的屁股后面走 我呼应那些社运团体 叫大家去领修宪 修到18岁可以投票的那个公投案 我故意做民调去质疑九二公司 我不要谈九二公司 谈九二公司票房毒药 不要谈 结果 国民党走这种猥琐的路线 国民党竟然赢了 国民党会怎么去解读他的胜利 就我跟在民进党的屁股后面走 然后我赢了 谁敢批评我不对 谁敢质疑我的选举策略是错的 我的提名是错的 我赢了 各位朋友 你不能让国民党赢了 国民党赢了 结果就是我的路线是对的 我就质疑九二共事 我就不要谈九二共事 九二共事就没有共事 朱立伦在美国讲什么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亲美的政党 国民党从来不是亲中的政党 朱立伦 我们就是中啊 我们的中比老共的那个中还早啊 什么叫做国民党不是亲中 你是中国国民党你不亲中 我当然知道你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叫中国 所以我们不要叫中国了 我们中华民国我们不要叫中国了 我们我们改叫台湾好了 你就投降 Republic of China 他后面他选你的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他PRC 我们都是China 大家会混淆到我们改好了 你要叫他改 怎么是我改呢 就是我刚刚跟你讲 那种偏安的心 不要啦 打也打不赢 炒也炒不赢 不要啦 不要跟大陆争了 那大陆就送给老公就好了 你不要打过来 你不要来烦我 但是你要对我好 你要买我的东西 你要给我人民币 但是我不要跟你同意 我不屑跟你同意 你们不民主 你没有资格跟我同意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 但是我要你的钱 我们怎么这么不要脸 我刚讲的 就像你看到这个 阿智做这两个标 大陆不买我们 农产品 我们骂人家 日本也退我们农产品 我们先跪下来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个王来切开是欧的 不好意思 纽西兰也退我们 退我们的芒果跟荔枝 我们也不敢骂纽西兰 新加坡也退我们凤梨 我们先跪下来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住 东西被大陆退 先把大陆痛骂一顿 美国不卖你军售 蓝绿都点点 我不谈江启成 因为江启成最近家里有事情 我就不谈他 朱立轮台刚从美国回来 我也不屑谈柯文哲 蓝绿白哪个政党敢跟美国讲一句说 你刺针飞弹不给我 标枪飞弹也不给我 托式飞弹不给我 那个都是防御性武器 我刚刚在赖月谦 在淋浴方面前讲 他们两个都是专家 那个都打不到大陆的 刺针飞弹跟标枪飞弹 怎么可能 射程就这么 他是防御性的 他是不对称作战的 美国都不卖我们 美国连这东西都不卖我们 你认为说 如果老共打怪 美国会来救你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 之前踢台的民调 三月做的 就俄乌战争开打一个月做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 认为美国会来救我们 我要怎么去跟这三分之一的人 去讲什么 美国有去救乌克兰吗 没有 美国让乌克兰自生自灭 美国连这些基本的防御性武器 都不卖我们了 你觉得美国会来救你 然后我们每天在吵论文 谁的论文有问题 谁的什么有问题 我们在吵一个层级很低的东西 香港回归了25年 我们也不讨论 张学友的事情就忍出来讲说 北京在霸凌香港 这个跟北京有什么关系 被霸凌的是张学友 不是香港 张学友能代表香港人吗 不行 香港有700多万人 他只其中一个人 今天是部分的大陆网友不理性 他就说是北京在霸凌香港 绿媒就抓狂 你看 我们 这不是办法 北京张建 你太少听我节目了 你讲的这个东西都太太那个 很可惜了 你有备而来 那你讲都是我们之前都讲过的东西 非常谢谢你的好意了 这个我都我觉得这个东西 没办法 这个 也谢谢 因为 其实我们谈了 从之前开空那谈了好几年有了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台湾的优点是什么 大陆的优点是什么 统一的代价是什么 统一有利有弊啊 那我们都不讨论了 也不去面对 我不认为会自动解决 两岸也不会自动变好 那张建 你刚刚讲的有一句我同意 相对同意就是说 如果2024还是民进党执政的话 恐怕 就没什么机会了 因为各位 那个主导权不在我们手上 主导权也不在拜登手上 拜登这个叉叉 主导权在习近平手上 你很厌路 你很不愿意承认 可是主导权是在他手上 你根本不了解他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当他决定要做的时候 你连反抗的余力都没有 我们还在每天 红红饿饿的讲一些 五四三的东西啊 我们没什么 所谓的维持现状 我们的现状是变了 蔡英文执政六年的现状 就已经不是马英九当年的现状了 现状已经变了 我们都不愿意去承认 也不愿意去面对 没有关系的 我只能说我也尽力了 我们进广告 我是陈惠文 北京张先生你可能以call in听得少 当然我知道很不公平啊 我会问call in的朋友问题 但是call in的朋友不能问我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问我 我不见得答得出来 你问我 可能还要google google也不一定有答案啊 所以我没有让人家问问题的 你可能你觉得什么台湾最辉煌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你蛮好的 所以张先生你是有点 就是你不熟啊 你要多听多看啊 欢迎你明年再打 如果明年我还在的话 欢迎你明年再打来 我跟你讲 我知道很不公平啊 我可以问你 但你不能问我啊 每个call in的朋友都来问我一提 我就倒了啊 好 所以请你谅解啊 你要问我什么台湾最黄金最辉煌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要怎么回答你 到底你是主持人还是我是主持人啊 好这点请你谅解啊 我说了 我知道不公平 但是没办法 好那我这段跟大家谈的 这个不是什么两岸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要听两岸的东西 请你明天再来 我现在跟你讲 是个很巴热的事情 是国民党呢 他提名的这个柯智恩啊 去参选高雄市长 好 那依照王浅秋的爆料呢 其实李四川的民调跟 陈其迈是很接近的 好 所以呢 这个朱立伦在提名柯智恩之前 有再去找一次李四川啊 希望李四川能够参选 好 但是李四川还是非常 坚定的拒绝 好所以没办法 你也不能强迫人家 所以才勉强啊 提名柯智恩去选 那我也跟大家讲说 因为他是我 认识的国民党的 政治人物之一啊 好 那 坦白讲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选啊 因为他一定选不上 那当然柯智恩他有他的考量啊 他毕竟他是个政客啊 他有他考量 那我下去选啊 这样这样 那去选吧 那他一下去选呢 就被人家修理啊 说他跟他老公啊 在美国有买房子 说他的这个论文啊 有问题啊 就你也知道 每次台湾选题就选 就就吵这个嘛 那柯智恩呢 他就很不高兴 他认为说这是霸礼 那朱立伦说他是阳光女孩呢 这也有人去算他说你60岁了还阳光女孩 蔡英文65都是都大台妹的 为什么柯智恩不是阳光女孩 这也很奇怪 就去用年龄 用这个去歧视人家 所以柯智恩说他反霸凌 那柯智恩说他反霸凌呢 那他扬言要提告 你们质疑我的论文啊什么的 我要告人这样子 那这个五党籍的高雄市议员黄杰啊 就是之前被罢免 但是惊险的这个没有通过的那个黄杰啊 他就叮啊 他说哎呀柯智恩你现在才在讲说 这个反霸凌啊 这个我来念一下这个黄杰 我不要念错或什么的 给他一个什么 这些有的没有的 我就直接念他脸书的内容 给大家听啊 这样比较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对我也不晓得黄杰这在吵什么 这个黄杰他讲 他说啊 韩粉的霸凌就是高雄人最大的伤口 黄杰你是高雄市议员 可是你没有资格代表高雄人 高雄有270万人 韩粉的霸凌就是高雄人最大的伤口 韩粉有霸凌所有高雄人吗 你简直就莫名其妙嘛 黄杰说啊 我作为最大的受灾户 为何从没看过 柯智恩声援被韩粉霸凌多年的高雄人 我承认啊 就在当初高雄市长总统大选的这期间 有一些高雄的政治人物 像黄杰他被霸凌 他被骂那个叉叉圈圈 圈圈叉叉很难听啊 我们广播不能讲 有一些高雄的店家 在绿媒的怂恿之下 跟韩粉对着干 好像台市跟民事这两个叉叉媒体啊 诱拐韩粉到里面去跟老板吵架 这么下贱的事情 台市跟民事这样做得出来 你哪是记者啊 你根本是民进党的叉叉啊 你明明知道这个店家是反对韩国语的 你看到外面有韩粉走过去 你诱使这个韩粉进去跟老板吵架 去做新闻 你会有报应的啊 谁教你这样做新闻的啊 我如果是NCC 我就把台市跟民事的执照都给撤了 做新闻 作践自己啊 难怪记者被人家看不起啊 我承认 有部分少数的 那几个韩粉的名字我就不点名了 当时黄杰 第一个你没有资格代表高雄人讲话 第二个什么叫做高雄人最大的伤口 有部分的高雄的商家 店家 部分的高雄的政治人物 他们被霸凌被欺负 包括黄杰在内 我承认我认为有部分是韩粉 我认为有 就是那时候知识韩规人有 但是我不认为全部都是韩粉 我很公平的讲 我认为有部分是韩粉干的 这个我承认我同意 结果呢 这个黄杰就讲那些有的没有之后 柯智恩跑去黄杰的脸书留言 我不晓得柯智恩你是在想什么 你不是菜鸟 你看到我画面的左手边 柯智恩的留言 他说一致标准 任何人不管身份为何 都不该被口语或肢体的霸凌 过去没注意到这讯息 现在看到的 当然支持黄杰议员一起反霸凌 柯智恩你是 你是到底是有什么毛病了 柯智恩你不要逼我骂你 我跟你讲 黄杰啊 因为罢免他没有过 罢免就输了 就是说罢免没有过 柯智恩讲说过去没注意到 结果被高敏林了 就是六小福那高敏林 他们都出来算 过去怎么都不知道 黄杰也没有同情你 黄杰也没有原谅你 黄杰还把你往实力打说 你当时是国民党的副秘书长 你怎么不知道 柯委员学姐 你现在知道民进党的套路了吗 我骂错林志坚 我跟他道歉 今天林志坚记者会说 我是毁林小组的 我是毁林小组是什么东西 那没有人寄开会通知给我 说我把他去火场的时间弄错 说我是毁林三部曲的第一招 王鸿威黄杰明跟徐晓星 他们的赖我都有 都没有人赖我 他们要搞林志坚 有人通知我吗 他们一个赖都没有 你也好的 徐晓星跟黄杰明看到我都 晖文歌长 晖文歌短的都没有人跟我讲 什么叫做我是毁林小组的 柯晓恩你对民进党的了解不够了 你把他放在一起 他还把你扒下去 什么什么 这都以前没注意到 黄杰你被霸凌我承认 因为就是你在公开场合就有人呛他 你是什么叉叉 你是什么圈圈 他也收到一些什么的 黄杰我讲 黄杰他脸书有列 我特别跑去看 他列了33个 他被霸凌的相关的例子 他列了33个 非常好 非常好 我请问黄杰你被霸凌 有没有到韩国瑜的百分之一 有百分之一吗 你说你是高雄最大的收债户 我都觉得你抬举你自己 哪你跟韩国瑜比 是对韩国瑜不礼貌 你被霸凌的那些程度 值跟量有到韩国瑜的百分之一吗 没有 你别往你脸上贴近 我承认你有被霸凌 但是你是你是V咖 你是C咖 韩国瑜跟蔡英文人家才是A咖 你被霸凌 没有韩国瑜的百分之一 你省省吧你 黄杰 你说你被韩粉霸凌 我刚刚有讲 我认为霸凌你的有部分是韩粉 这个我承认 我如果否认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 真的是有 但是我刚刚也特别讲了 所有霸凌你对你不礼貌的 不见得都是韩粉 但是我认为其中一定有韩粉 有些韩粉连韩国瑜都管不住 韩国瑜都管不住了 我什么东西啊 我对这些韩粉我基本上都放声 韩国瑜的话他都不听了 他会听我的话 你也好了 韩国瑜讲的他们这些韩粉 他都耳边疯了我都没办法了 那我问你 黄杰说他被韩粉霸凌 好那我请问那谁霸凌韩国瑜 就这么简单啊 你说你被韩粉霸凌 那霸凌韩国瑜的是谁 你被霸凌的直跟量没有韩国瑜的百分之一 韩国瑜是被国家对霸凌 是被蔡总统民进党立媒三明治一四五零 彻翼这样子无情的轰炸 我为什么不谈吴子佳 我为了赚钱跟吴子佳同财 我是算吞吞我来说 吴子佳当时讲什么 韩国瑜有私生子啊 韩国瑜有私生子 我以前说 隔几天 讲错了 韩国瑜有私生女啊 到底是男的女的 还是有两个啊 你嘛好了 结果后来 吴子佳跟韩国瑜和解了 我到现在搞不清楚 到底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人体吃蜜的你发羞 他们两个和解 那到底韩国瑜有没有私生子 我不知道 就和解了 韩国瑜跟赖昆成也和解了 怪怪你跟赖昆成和解干嘛 赖昆成啊 最近一只吵着要选台东县长那个啊 我不晓得 那就活该啊 就尊都说啊 那我说 霸凌韩国瑜的是谁 你 黄姐你不会告诉我说 霸凌韩国瑜的也是韩粉 你的答案该不会是这样子吧 你口口声声一直喊被霸凌 所以我跟你讲 柯智恩你是严重的政治误判 你根本就不应该去黄姐的脸书留言啊 什么叫做以前没注意到 那韩国以前被霸凌的时候 你也都没注意到吗 国家机器这样动员说 我半年前在巴厘岛拍到他打麻将 他在公共场所打卫生麻将 跟他的家人在那边打 这样这样也有事情 你要告诉我说 是半年前在巴厘岛拍到 珍藏的照片隔了半年才拿出来 我才不相信 我如果相信这20年新闻 我也白跑了 人都传好了 人家要把你搞过了 人家NHK都来做专题 做这一段 怎么样去扭曲 怎么样去操弄 怎么样去把他的人设毁灭 陈明文的女儿还写一本书 柯智恩你有看吗 陈明文的女儿 什么我的老板是总统 上次被王后正拿出来骂了一顿 我们要怎么做选战 我们要怎么去抹黑他 我要怎么去设计 要干嘛干嘛 到底是谁被霸凌比较严重 柯智恩你才下去选一个礼拜 你就闭黑给我 我去搞什么 韩国瑜被揉定了一整年 你才下去选一个礼拜 你都叽叽叫 他被揉定了一整年 我怎么也没看你出来讲什么 我说黄杰有被霸凌 我承认了 黄杰被霸凌的程度远不及韩国瑜 这个大家没话讲 黄杰说霸解 罢免黄杰是个霸凌 非常好 黄杰 罢免你是霸凌 那罢免韩国瑜是什么 是应该的吗 你被罢免是霸凌 那韩国瑜被罢免是活该 应该 理所当然 想当人耳 他就是活该被罢免 罢免你就是霸凌 那霸凌韩国瑜就是刚好而已 这 我各位朋友 这一定都乱起了 是非黑白都已经被扭曲掉了 柯委员你到底是干嘛呢 他今天讲一句话我也看不太懂 来我念给大家听 他说国民党在高雄市议会过半是最重要的 那你去干嘛 国民党在高雄市议会过半是最重要的 国民党在高雄市议会有没有过半 一点都不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陈其迈当高雄市长 那些高雄市议员一字排开 你们有什么用 高雄城中城大火 46条人命 陈其迈说我承担 我请问你陈其迈承担了什么 全部被摆平 高雄的记者没有一个人敢问 46条人命 蔡英文总统去念香 五分间快散 46条人命五分间快散 我不要去讲别人的事情 因为我不要了 我留点口德 拎着 我不太懂为什么高雄市议 你如果是重点在于高雄市议员过半 那我这样讲我很抱歉 柯委员那你不要选 你就跟朱立伦讲说 这个看起来怪怪的 你不要选了 你的重点不是你要赢 而是你觉得高雄市议会过半 我再讲一遍 我对高雄市议会有没有过半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都不重要 没有人在乎 我问你现在高雄市议员有几席 干我什么事啊 我请问你台南市议会 国民党有几席 也不重要 我管你几席 那个根本一点都没有 我跟各位讲 韩国瑜你去做公益 你不选 那类似这样的事情 他就会重复的发生 韩国瑜跟韩粉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就继续被政客消费 你看柯智恩一讲错话 多少人扑上来 都是韩粉不理性 都是韩粉干的 韩粉就把 黄姐 不要用这种叉叉的手段 你不能代表说 有部分高雄的商家 当时在媒体的时候 的确跟韩粉有冲突 有诉讼 骂来骂去什么 这的确有 那不是所有的高雄人 你不要用这种叉叉的手法 去这样子 我都觉得你年纪轻轻 你干嘛做这种叉叉的事情 很可惜没有罢免掉他 然后是 implementation 晚上装里过 就给了解 肚子 还是 我现在30分 Empire 录像 叉叉叉才